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化价值观 怎么样才能够有神国的文化价值观呢 我在节目当中说了 答案就是认识基督 认识基督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生命应该要追求的方向 所以今年开始 我们来讲一个新的系列节目 叫做认识基督 这一集的经文 是马可福音第四章 第十到第十二节 马可福音第四章 第十到第十二节当中 记载了门徒 曾经问过耶稣 为什么对众人说话要用比喻呢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这句经文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神爱世人 难道不是应该希望每个人 都悔改回转吗 为什么 又恐怕他们回过来 就得赦免呢 还有一个问题 耶稣难道不希望人明白真道吗 那么为什么又故意用一些比喻 不叫他们明白呢 并且还说明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这跟神一直所宣扬的 他愿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岂不是冲突了吗 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理解这处的经文呢 从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 他们看了又看却看不见 听了又听却不明白 不然他们回心转意 神就饶恕他们 从表面上看起来 像是耶稣不希望他们回转过来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如果你查看解经书的话 许多解经家都提到这节经文 是耶稣引用旧约的以赛亚书 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 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的原文是这样记载的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 看了又看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心蒙有止 耳朵发沉 眼睛昏花 恐怕他们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就得医治 这段经文的背景 是先知以赛亚的时代 虽然神曾经一而再 再而三的差遣他的仆人 也就是先知们 来告诫以色列的百姓 要他们悔改 听神的话语 但是以色列的人民 还是印着心不愿意来听从 当神呼召看有谁愿意去传扬神的信息 给以色列百姓听的时候 先知以色列百姓回应神的呼召说 我去请差遣我 请注意 当先知以色列百姓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 神对先知以色列百姓说了这句话 让这些头脑糊涂 耳朵重听 眼目昏花 以至于看不见 听不懂 想不通 否则 他们就会回心转意的归向我 要得医治 神会对以赛亚说这句话 是在提醒以赛亚 不要太乐观 以为以色列百姓会听神的话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 当神再次的差遣 以赛亚去传信息的时候 神也提醒了以赛亚 不要期盼以色列百姓听了会悔改 因为他们是不会悔改的 因为他们的心很硬 神提醒以赛亚说 如果会听的话 他们一定会悔改 他们一悔改 神必然会赦免他们 若是不听 就让他们去吧 其实 神的意思 是要以赛亚 不要对悖逆的以色列百姓有所期待 他们是不会听他传讲 神要他传讲的讯息的 我们要知道 以赛亚曾经在近前的乌西亚王 以及他近前的儿子约坦统治的期间来传道 但是后来 亚哈斯接替了他的父亲约坦来作王 亚哈斯犹大国第十二位的国王 在位总共十六年 但是亚哈斯在设立八例神像的事情上面 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并且效法义足 将自己的女儿金火献给甲神摩洛 这段经历是记载在列王纪上 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四节 后来列王纪下第十六章第五到第十六节又记载 亚兰王立逊和以色列王比加 曾经联合围攻耶路撒冷 虽然没有能够攻下来 但是亚哈斯却因为这两个王结盟而感到恐惧 这个时候 先知以赛亚告诉亚哈斯 要谨慎安静 不要胆怯 立逊和比加的计谋是不会得逞的 并且说 亚哈斯若不坚定信心的话 必然不得立文 但是亚哈斯不接受先知所说的话 却求助于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社 他竟然自称自己是儿臣 甚至将圣殿跟王宫当中所有的金银 都赠送给了亚述王 因此提格拉比列社进攻亚兰的首都大马社 将立逊杀死 亚哈斯前去大马社会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社的时候 在那里看到了一座祭坛 随即差人仿造图样 在他回国以前 在耶路撒冷也修建了一座 带回金的时候要来使用 但亚连人再次的来攻击尤大国 并且掳走战俘的同时 菲利士人也来侵占尤大的山丘地区 以及南方的城镇 亚哈斯虽然又派人去求亚述诸王 但是提格拉比列社来到了以后 并没有帮助他 反而掠夺了圣殿以及王宫 所以当先知以赛亚被派往亚哈斯的时候 以赛亚坚定不移地勇敢传讲神的道 但是神清楚地告诉他 犹太人会对他所讲的讯息无动于衷 而且只有更反抗 而且更敌视他而已 不过 以赛亚并没有抗拒这个造命 而是顺服地去执行这不可能的任务 那么 耶稣引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 这段经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曾经在以前的节目当中 讲过狗吃睡渣的比喻 狗吃睡渣的比喻的故事是记载在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到第二十八节 在这里记载了耶稣跟一位迦南妇人的对话 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 耶稣离开那里 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 喊着说 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我女儿被鬼附的胜苦 耶稣却一言不答 门徒进前来 求她说 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 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 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加弥斯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她说 主啊帮助我 她回答说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妇人说 主啊 不错 但是狗也吃她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睡渣 耶稣说 妇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 给你成全了吧 从那时候 她女儿就好了 这段经文当中 第15章第26节当中 耶稣对加南妇人说的这句话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引起了许多人的不解 其实耶稣对门徒说到这个加南妇人的时候 耶稣已经有意要帮助她了 那么耶稣为什么不立刻这样做呢 耶稣没有立刻这么做 原因是要抓住机会来教导她的门徒 因为门徒是受犹太教传统的影响 所以门徒认为 神的恩典只给犹太人 所以当加南妇人来到她面前的时候 耶稣就向她指名 她是来做儿女的饼 儿女的饼 也就是指给犹太人的恩典 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是不合法的 耶稣故意说 她来是做儿女的饼 那妇人就说 是啊 就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睡渣 加南妇人并没有被耶稣的话激怒 反倒承认自己是外邦的狗 她认为耶稣既被儿女犹太人弃绝 就成了桌子底下的睡渣 做了外邦人的份 以色列的圣地就是那张桌子 在上面有耶稣基督这块属天的饼 作为以色列子民的份 但是以色列人把耶稣扔到了桌子底下 落在了地上 这就是外邦人之地 因此耶稣就成了睡渣 做了外邦人的份 后来耶稣应允迦南妇人的祈求 给他恩典也明确的传达 耶稣不在地上的这段时间 耶稣期待门徒们 要跟这些跟随门徒的基督徒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到外邦的地方去传福音 同样的道理 耶稣在这里用的也是引用先知以色列的这段话 来用一种说反话的方式来教导门徒 意思是指着他们不会真的悔改 如果会的话 那倒好 恐怕神也会赶紧的赦免他们 我大部分的人生的工作经验是教育工作 尽管教育工作的酬劳不高 但是我乐在其中 因为华人一向对老师很尊重 而中国历史当中 有被尊称为至圣先师的伟大人物 就是孔子 孔子因才施教 有教无类的精神 为后世树立了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标杆 教育工作者要有这样的价值观 也是华人尊重老师的原因 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 他们属灵的老师 可以是教会的牧者 长辈或者是家中的父母 因为他们做了生命的榜样来给我们效法 但是现实常常令我们失望 因为人都是软弱的 其实我们基督徒最伟大的属灵的老师 就是耶稣 而耶稣作为老师 除了孔子所强调的因才施教的原则以外 耶稣还善于把握机会 用深入浅出的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 我们可以从福音书的记载当中 看到耶稣的教导是多元化的 并且善于取用生活的体材 来解释非常深奥的道理 例如天国的奥秘 耶稣是言行一致的老师 他教导门徒要爱仇敌 他就先爱那些敌对的人 所以他在十字架前一周 在耶路撒冷还特定的来找法利赛人 文士长老向他们讲解天国的福音 让他们明白要爱仇敌 在科西玛林园 耶稣被宾钉捉拿的时候 看到彼得用刀削下大祭司仆人的耳朵 耶稣立刻医好了那个仆人 亲自示范要爱仇敌 因财施教也是耶稣作为老师的特点 耶稣按着门徒不同的性格来教导他们 门徒跟随耶稣三年 都不明白耶稣到底是谁 耶稣就透过门徒 赶出鬼的经验来教导他们信心的问题 并且引导门徒们进一步的认识 耶稣到底是谁 当彼得答出标准答案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 耶稣就当场的赞许他 但是当彼得拉着耶稣 劝主他上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就责备他 耶稣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古人常用春风话语 来形容君子的教学 君子的教学 就好像春风秋雨般的教化学生 然而先知约尔却宣告 西安的民啊 你们要欢喜 要因耶和华 你们的神快乐 因他散似给你们 和宜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秋雨和春雨 和先前一样 这是记载在约尔书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 原文当中 秋雨有两个意思 也就是那秋雨或者是那老师 可以翻作公义的或是合宜的 这句话就是双关语 同时代表了两种意思 中文圣经和和本修订版 特别补上了另外一种的翻译的方法 也就是说 西安的民啊 你们要欢喜 要因耶和华 你们的神快乐 因他赏赐你们 公义的教师 为你们降下甘霖 秋雨和春雨 和先前一样 先知和西亚 也用双关语 来向以色列人呼吁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慈爱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你们要开垦荒地 等他临到 使公义如雨 降在你们身上 这是记载在和西亚书第十章第十二节 而犹太人的英文圣经 TNK得翻译成为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良善 及早寻求耶和华 开垦新地 好叫你们得着一位公义教师 这位公义教师 能使公义如雨降在人们的身上 约尔书 和西亚书 所提到的这位公义教师是谁呢 对于新教徒而言 马丁路德是最重要的宗教改革领袖 因为马丁路德在1517年 在威登堡城堡的大教堂的大门口 贴上了95条论纲 并且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来对抗日益腐败的天主教会 那么公义的教师就是马丁路德吗 虽然马丁路德被奉为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 他所提出的因性称义 被部分的新教信徒奉为基督教不可质疑的规念 但是不可否认的 马丁路德所犯最严重的错误 就是他的反犹太主义 马丁路德原先希望借着宗教改革来革除天主教的种种弊端 让犹太人能够因此认清福音的真貌 进而接受耶稣基督 但是后来马丁路德却强烈的谴责犹太教 并且呼吁要严厉的逼迫犹太人 进而导致了二战时候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悲剧 所以公益的老师不是马丁路德 那么公益的老师是约翰·加尔文吗 约翰·加尔文公元1509年出生于法国 他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因为他在巴黎蒙太区学院毕业以后 到了奥梁大学去攻读法律 加尔文从小就是个天主教徒 后来改姓了新教 1534年因为倡导路德教义 亡命瑞士的巴塞尔 宗教改革以后 新教跟他的敌手罗马天主教一样 陷入了严重分裂的危机 为了阻止新教不同教派的分歧 必须要从理论上对新教的教义 做出原理性的具体的阐述 于是加尔文完成了改革中最完整的教义著作 也就是《基督教要义》这本书 从公元1541年到他离世的23年之中 加尔文以政教合议的方法 全面指导日内瓦的社会以及宗教事务 不仅使得日内瓦成为了法国改革中的避难所 加尔文主义也全面的影响了法国 荷兰和苏格兰等地的宗教改革 因此加尔文被追认成为最重要的宗教改革运动领袖之一 但是约翰加尔文最大的错误就是 他认为耶稣不是为所有人而死的 而只是为了选民而死的 为什么庄老师说加尔文是错误的呢 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是怎么说的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我们再来看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是怎么说的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提摩泰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又是怎么说的 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又说基督舍自己做万人的俗价 以上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 圣经教导的跟约翰加尔文所倡导的 限定代数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耶稣的说法 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七节说 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要遭罪人 耶稣又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说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耶稣计划要拯救的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劝了神的荣耀 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 约翰加尔文不仅在神学论述上犯了错 甚至为了坚持他的神学理念 还猝死了不接受三位一体的自然科学家 米格尔·塞尔维特 最后塞尔维特被残酷的烧死了 虽然加尔文为自己辩解说 他曾经为塞尔维特求情改为砍头 而不是火刑处死 这有多么的虚伪 十八世纪法国的思想家 被称为欧洲的良心的福尔泰 就谴责加尔文说 烧死塞尔维特是宗教改革运动所干的 第一件可悲的虐杀恶行 今天在烧死塞尔维特的山坡上面 加尔文中的追随者立了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 我们是改教者加尔文的忠实感恩的后裔 特此立碑来批判他烧死塞尔维特这一个错误 这个是那个时代的错误 但是我们根据宗教改革运动 以及福音的真正的教义 相信良心自由超越一切 特此立碑以示和好之意 这是加尔文中的后人 为他们的宗师加尔文所犯的错误 表示了忏悔 我们知道公益的教师是不会犯这样错误的 所以公益的教师并不是约翰加尔文 那么谁才是公益的教师呢 古往今来 佩德称公益教师的就只有耶稣一位 而这位公益的教师 耶稣所教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耶稣在两千年前呼召的第一批门徒当中 不过是一群平凡的小老百姓 并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 门徒当中有一些渔夫 是以捕鱼维持生计的初俗人 是属于社会的贫穷阶层 很难想象耶稣造这些平凡的渔夫税吏 要怎么样来完成他伟大的使命呢 耶稣的事工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培育这些门徒 并且把重要福音的使命 交给这班门徒去执行 由于他们不懂什么高僧的道理 再加上他们都是犹太教徒 他们长久以来所认识的 是神把救赎只给了犹太人 为了改变他们 所以耶稣用说反话的方式 来教导门徒 因此耶稣告诉门徒们说 是啊这群外邦人 他们是不会真的悔改的 如果会悔改的话 那倒好 恐怕神也会赶紧赦免他们 而这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门徒们 听懂了耶稣的话 最后拼了自己的性命 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群体来 这也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信徒 能够得救的原因 这也就是基督教能够建立的源头 但是一千五百多年以后 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者们 却听不懂耶稣基督的话 把不愿意认可因而洗礼的 虫喜派淹死 把不明白三位一体的塞尔维特烧死 这些宗教改革者们 都是拥有高度神学知识的精英们 但是他们不仅听不懂耶稣的话 还做了基督徒最恶劣的榜样 那就是不遗余力的铲除异己 他们不仅没有像门徒一样 为了传福音牺牲自己的性命 倒是为了自己宗教的偏执 杀害了他人的性命 或许有人会说 庄老师 那都是过去的历史了 还提到干嘛呢 我们不应该一直执着在过去的错误当中 应该往前看积极的一面 好 你说的对 那么 让我们来看看两千年后的教会吧 现在一般的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执事 都是拥有许多神学跟圣经知识的知识分子 还有些是拥有神学硕士 或者是神学博士的学历 但是看看他们都在说什么吧 他们说 不认同音信称义的是异端 他们说 不认同五个唯独的是异端 他们说 不认同圣经无误的是异端 他们说 接受女人讲道的是异端 他们说 接受同信念的是异端 他们说 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的是异端 他们说 天主教是异端 他们说 摩门教是异端 等等等等 凡是非我族类的 他们都说 通通都是异端 那么 当你问他们 什么不是异端的时候 他们会说 一切不符合正统的 就是异端 甚至强调 他们的教会就是正统 有些人甚至说正统的教会将会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被提 但是可笑的是 就曾经有一个教会叫做世界上帝教会 他的创始人赫伯特阿姆斯壮就曾经说 只有他们教会的信徒会在1936年世界末日的时候被提 结果到了1936年的时候世界末日没有来 于是他们教会又把世界末日一连改了三次 结果到了时候世界末日通通都没有来 基督教 基督教 基督教的定义就是凡是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宗派 而基督教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信的是犹太教信的是保罗教信的是圣经正典教信的是马丁路德教信的是约翰加尔文教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2024年一开始就是天灾人祸 但是我相信世界末日还没有来 这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宝贵的时间来跟随耶稣基督 尽管世界末日还没有来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末世了 因为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说 孩子们现在是末世的时候了 你们听过敌基督者要来 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敌基督起来了 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是末世的时候了 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坚定的跟随公义的教师 公义的教师就是耶稣 我们要跟随耶稣 而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到第十二节 对我们这些愿意一生跟随他的人说 神国的奥秘只教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你愿意为这群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的人们 付出我们基督徒受拣选的代价 来继续传福音给他们吗 但愿你的答案是肯定的 以上就是本集诚心诚意 认识基督系列节目 为您所介绍的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到第十二节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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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